大家好,我是Danny,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好,今天這集的獨遊東京會和大家來探索一下夏北閘這個區域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的,現在一起去看看 Let's go 來夏北閘也很方便 我剛才在新宿站乘小田急線 乘8分鐘,急行車就來到夏北閘,167日圓 觀眾朋友,你都喜歡收看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的話 就快點按我Danny Man 826 頻道的免費訂閱和鈴仔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這裡有一條街,兩邊都是店鋪 有些古著店,有些是服裝店 賣古著的地方也挺多 在街上放了一些攤檔 我不知是哪一位家企 今天就是星期日,這裡也挺熱鬧的 也看到很多都是年青人來的區分 我現在先去找些東西吃 雖然剛才吃了早餐 但現在想吃一個Pancake 即是Sofre Pancake 我看過之前也介紹過 也在附近的,過去看看 進來北閘這間Frippers吃Sofre Pancake 我剛好幸好還有一個位置 在座椅子裡 如果多一個人都沒有位置,都要等位置 這不是很大間的 只有六、七張桌子,有一個座椅子 我叫了一個Sofre 是Sofre Pancake 即是咸味的焦糖 另外一杯飲品就是白土鐵觀音 是冷的 來到夏北閘這些文青的地方 當然是吃點煙一點的甜品 因為其實我今早已經吃了一個早午餐 現在就當是小小的甜品 好搞的 好搞的 我點了東西之後 他拿了一碗花生來的 他問我吃不吃花生的 可以摸一下花生 因為要慢慢等 Pancake 做好 現在先吃花生 他真的是摸殼的花生 很久沒吃過這些摸殼的花生 我叫這杯白土烏龍來做 裡面真的有一粒的新鮮的土肉 它是沒有甜味的 它是清的烏朗茶 大加了一些土味下去 就是有一點土味烏朗茶 但是不甜的 嗯 即是沒有加糖的 其實我現在走這裏 叫做夏北澤一班街 剛剛在這間Frippers 吃完這個Pancake 這個Pancake 不要小看它 都蠻飽肚的 因為它又不像梳芙里那種 一陣風那種 有一點點的 咬起來有質感 又不是很結實的Pancake 都蠻好吃 但是現在已經要排隊了 差不多也有七八個人在排隊了 因為這間餐廳 它做的Pancake 都是即叫即做的 都差不多等了四五個字 所以大家如果要有時間才來吃 那是蠻好的 它給花生你先吃著 可以坐下 享受冷氣 可以逛逛的時候 其實這個夏北澤一班街 除了很多古著店 還有很多小店買的精品 食物 或者裝飾品 都慢慢看看 都很多東西看 就是家居用品 就算是物 耳環手式 有些裝飾品 不過其實日本人都很接受 古著 即是二手三的文化 我看很多人都買 而且其實 你別說二手三 都不便宜 例如我剛才看過一些 名牌一些的Polo 例如Ralph Loren Polo Lascose 那隻鱷魚 Fat Perry 起碼要三四千日圓 雖然它是舊 但看看Condition 如果Condition好些 可能要六七千日圓 其實就算是二手三 都不是很便宜 其實二手三再循環 再賣出去 再被人穿 其實都頗環保 不過我相信 香港和中國人社會 暫時都未太廣泛接受到這件事 不過香港現在也有些 也有些古著店 但當然沒有在日本 那麼多那麼厲害 夏北閘 除了買衣服 都真是尋寶的好地方 我後面這間是一間 賣美國的鐵車仔 Hot Wheels Match Box 有些都應該是 Limited Edition 或者是古董 喜歡操車仔 都可以來這裡尋寶寶 剛剛入了一間 叫做B-side Label 的店裡 全店都是買貼紙 日式日系 或者一些 有卡通人物 Pokémon Mithy Melody 很多貼紙 起碼都有一萬幾千張 不同款式 在火車站一出來 其實有一個 建築 一樓就是一間超級市場 二樓就是一間 100Yang Shop 三樓就是一間 書局 三樓洗手間 可以借廁所 因為裡面的橫街 就不容易找到洗手間 在火車站 在小田急的東口出口 有一個叫做夏北閘南口商店街 雖然在商店街 沒有什麼大的白服公司或商場 但是 也有一間 我們香港人都很喜歡去的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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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key 京安之殿堂 不過我來到日本也很少走Dong Dong 香港也有 又免得拿 逛逛發現了一間賣帽的店 裡面很多帽 男裝、女裝 不同款式 真的很多 我剛剛買了一頂給阿姨 因為她最近喜歡戴帽 就是這頂 粉紅色 有些花 我希望她喜歡 聽說這裡很多是吃咖喱 和湯咖喱的店 有一間叫天馬屋 我也想去試一下 因為北海道的湯咖喱 吃得多 不知道來到東京、夏北閘的味道又如何 我打算去找來試一下 我覺得這條商店街 有點像美國村的風味 有Wendy's的Burger 有很多 什麼國家的食物都有 我剛剛來到天馬屋 這間咖喱店 原來她是吃日式咖喱 不是湯咖喱 我想吃湯咖喱 剛才看到一兩間 我去找一間湯咖喱 來試一下 這間她除了有咖喱 還有一個咖喱包 可以買走外賣吃 Google找了一間叫做 Pontirica 英文名字是湯咖喱的 她說是吃湯咖喱 就是在我附近一百米 我現在去看看 是如何的 走過了龍 原來她的門口很小的 就是在二樓的 叫做Pontirica 英文名字是湯咖喱的食物 它有英文餐牌 還有英文的點餐子 因為它有日文和英文 很方便 我也是吃炸雞腿 加野菜 湯底我選了普通日式湯底 你可以選蕃茄或者加淺食蝦湯底 辣度我選擇二號 它說是 medium spicy 我不加配料 吃小飯就可以了 就叫了一杯Ginger Ale 它是organic ginger ale 嘗一下在東京夏北澤 吃的湯咖喱有如何 先試一下 湯咖喱來了 它就用一個很淺的碗裝著 有隻炸雞腿 有很多蔬菜 都放得蠻漂亮 其實有一款是叫Extra 多蔬菜 如果你喜歡多吃蔬菜 可以叫貴多一百英 我這個飯就是小的飯 很香味 試試湯咖喱味道 不是很辣 因為我之前吃的是鹹 它也有一點的 好像蝦乾的味道 不辣 可以再加一高一度 辣一點會好吃 這個二度就不是很辣 我這杯是薑味的Ginger Ale 是它自家製的 它的雞腿都炸得很嫩滑 即是不會咬下去 柴皮也不會很乾 皮是有一點脆脆的 有一點鹹味 吃飽飽的湯咖喱 都滿足 不過我個人來說 我喜歡北海道菜的味道 可能今次因為我選擇不太辣 所以喝下去就不像咖喱 沒有辣味 可能辣一點會比較好 不過雞腿好吃 蔬菜都很新鮮 有時候來到日本 都不一定只吃魚生 鐵板燒 或者拉麵 可以試一下咖喱 或者其他國家的食物都可以 在夏北閘這裡真的有很多食物 不需要休息一天 你可能餘半天時間 或者三點之後過來 之後再去另一個地方 這樣都可以 說這麼快 六天的獨遊東京 Encore之旅又完結了 利程返香港 由東京的羽田機場 用亞洲萬里通的分 換了國泰的商務艙機票 國泰在羽田機場 有自己的貴賓室 他們的貴賓室 尺寸也挺大 而且餐飲的選擇也挺多 他們的貴賓室 尺寸也挺大 而且餐飲的選擇也挺大 而且餐飲的選擇也挺大 今天坐的窗口位是17K 今天坐的窗口位是17K 今次在航機上吃個午餐 水準都算是不錯 滿意 一個旅程的結束 又是期待下一個旅程開始的時候 我都很感恩能夠在YouTube 和觀眾朋友分享我的旅遊體驗 下一輯的旅遊特輯 Datman 會和大家分享我去英國倫敦 和坐郵輪去冰島愛爾蘭的體驗 很快就回到香港了 觀眾朋友喜歡我今天這個分享 記得按LIKE和SHARE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tman826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小鈴鐺 當新影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追蹤我Facebook IG 還有特別優惠資訊 生活點對口和大家即時分享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